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顺利的度过了那一次的灾难 可是佛牌 我其实有听过朋友讲 说佛牌不能乱买不能乱弹 因为佛牌有正的有阴的 这个是怎么分 原则上这个是一个古佛牌 你可以看它里面是粉的 是粉牌 所以我们讲有粉牌有金属牌 所以粉牌一般是比较古老的 因为实际上正牌的话 它是用例如像说 它可能用一些 里面有一些草药 或者是说我们讲的 像金属的灰 甚至有一些舍利在里面 这个是正牌的 如果你看那鹰牌 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 其实是会有一些骨头 或者是有一些毛 甚至是皮毛发 那是使用 是不是用尸体做的 对 是用鹰料 所以我们讲说原则上 大部分使用鹰料的 大部分都是鹰牌 所以它有时候鹰牌 如果没有用好的话 很可能反噬 就让自己更不好 反而可能造了厄运 所以如果是正牌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顺利神官发财 那如果是鹰牌就要小心了 对 没错 古曼童 什么我都听过 因为其实这个佛牌 是泰国特有的宗教习俗 对 没错 那这条项链呢 项链原则上 它当初 我哥哥 当初他跟我讲说 这个它其实是用尸骨去做的 可是虽然它是用到 这个人的骨头 可是问题是 有经过进化过的 还是可以当成是正牌来使用 对 人的骨头 对 是 这个是人骨 这么多耶 这么多人骨 人的尸骨嘛 尸骨 对 尸骨 对 这是 这也有一点带有西藏秘宗的味道 是 就是 七藏秘宗有一种 那个 嘎巴拉的 嘎巴拉那是头盖骨 对 嘎巴拉不一定 嘎巴拉项链的话 它是用眉心骨 眉心骨 眉心骨 嘎巴拉的那个是用眉心骨 那这是用直骨 那反正不管是用什么骨头 可能在宗教上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 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 不过这是南传佛教比较特有的 对 对 没错 那 所以 这个怎么建价 还是要建 我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在泰国也可以买得到 对 一品店里面可能也会有 可能会不会是人的子骨 我就不知道了 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说 幸运心 就是说它是 那是银牌 那一定是银牌 幸运心 对 可是银牌在 我们讲佛牌里面 它是比较有效力的 对 那因为我们讲银牌 其实它是需要就是去供奉的 对 要供养的 那如果是正佛牌是不需要的 对 所以它是比较有效力 但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供养好的话 很容易反噬 所以一般来讲 还是希望就是 还是不介意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会再来建价 评估一下好不好 好 请建价 两万元 因为这里面就是 有一个所谓的人子骨的问题 对 这个我就不大敢评估 但是一般来讲说 用兽骨的话 可能是在两万块左右 但是我们不能说买 我们说请 请一串项链回来带平安 是 其实带佛牌我觉得 应该如果你真的有宗教信仰 我觉得是蛮有效力的 因为它有矩骨 所以我就想说 这要怎么建价呢